这只女鬼伸出性感的长舌头 想要吸干对面捞头洋气 幸好正在吃面的西施茶具不对劲 于是一个大脚板踩了下去 用相当脚不断用力来回摩擦 此时捞头却浑然不知 还不停问女鬼要不要吃面 看到她鬼鬼祟祟捂着嘴 捞头感到非常的奇怪 话音刚落西施连忙松开了脚 谁料女鬼舌头还没有收 又被西施用筷子狠狠扎中舌根 紧接着涂上各种调味酱料 当捞头再次起身之时 西施迅速松开筷子 女鬼连忙将舌头吃了回去 可当捞头去厨房拿消夜吃 女鬼又再次伸出性感的舌头 瞬间缠绕住捞头的手臂 西施见状连忙闪现过去 并大大力关上厨房大门 差点将舌头一分为二 搞得女鬼瞬间火叼滚的 今天不惜走捞头羊气死也不做过 随后女鬼敲咪咪跟到厨房 毫不犹豫再次甩出性感舌头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捞头突然弯腰舌头扎入油锅中 痛得女鬼连忙收回熟透的舌头 她知道今晚注定不能成事 只能灰溜溜选择离开 不过在离开之前 她却故意丢下壁虎军针 没想到壁虎不但生龙活火 体内还含有距离 只要被咬一口必定当场地面 很快西施便发现了一场 立马上前神不知鬼不觉除掉壁虎 还趁机亲了一口捞头 两人因此摩擦出爱的火花 并过上了没修没造的生活